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说新开了家火锅店 我们什么时候去吃 时间地点都约好了 然后他临挂电话的时候 问了我一句 你是点评的V8吧 啊 我不是啊 我就一V6 过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 说他有事儿 咱们改天再约吧 不能否认的是 互联网增加了信息效率 看到V8就确定他是自身吃货 打开点评 收藏家里几百家餐厅 分分钟解决我今天吃什么的问题 但这种便利 对店铺的味道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前段时间我二刷了 号称重庆民间米其林的和解餐厅 短短半年时间 他家的味道和分量却盼入了两点 干扫急于的差异肉眼可见 出流牙血这分量 很想问问 老爸 来个宋宋里面 一轮流量冲刷下来 这些店的味道被冲到哪里去了呢 反而是我上期偶然发现的 叫唱口模仿像 身在重庆的主流商圈中 却是互联网世界的一方净土 老重庆的味道原汁原味的 保留在了里面 不肯否认 互联网为餐饮 带来了更周到的服务 超出想象的旧餐环境 和花样翻新的 带点包装 干菜品啊 拿本期提到的两家店来说 物流如此发达 丁大哥想要的食材 依旧没法采购到 信息无所不能 刘阿姨打理泡胶的苦心 知道的人又有几个呢 再展开来说 一派穿菜 青黄不接的厨师断城 接上了吗 作为食物灵魂的大厨 被人更尊重了吗 年轻人更愿意投身厨师 这个行业了吗 近几年进军餐饮的人 倒是大有人在 但真正带着味道而来的 却寥寥无几 如果一家新店 能在营销装修 味道三者之间 做到坚固 已算良心 有多少人规划的是 通过前两者的高比例投入 来实现短期资金的回流 因为专注味道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耍税 太费钱 见效太满 希望这波互联网商业浪潮退去时 餐饮沙滩上剩下的 不仅仅只是灰金如土的装修 过时的营销套路 和食品生产线上 去人性化的流水仙套餐 餐饮不可能拒绝商业 就好像做up主 不可能拒绝掐饭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食品呢 或许我只是希望 在浪潮退去以后 还能有一扇小窗 在我能力还能承受的范围以内 在利益驱动的商业标准以外 在个人偏好不一的舌尖以外 那你们看到 一盆美味的水煮鱼 不仅有上等的食材 和熟练的烹饪技法 还有刘阿姨用心打理的抛娇 和她对人生的岗路 这个人来的 从我活了几十年 不在于要活多钱 要在于人 要在于健康 要在于家人要活多 那是最重要的 你说买钱哪个人过来 肯定要 不是说不想有些人 哎呀 帮那个钱 不是看的呀 那要比 不啥都要走 对 比马拉伯留情 对 真的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